苏暖暖重生后 全家人都能听到她的心声 要不要告诉妈妈 她宠爱的养女实际上是爸爸的私生女 她看到妈妈拉着私生女的手 突然抖了一下 还是不要告诉二哥 她是被爸爸刻意养肺的吧 她看到沉迷于游戏的二哥 手机突然就烫手了 大哥要是知道她的腿 是爸爸找人撞的 她会不会很难过 她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大哥 头发丝都在毛颜 好矛盾 如果让他们知道 爸爸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迎娶她的亲美 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 她看到全家人看爸爸的眼神都变了 上一世 苏暖暖不过是和家里的养女吵了解 就被继父陆浩从十三楼扔了下去 当场死亡 死亡后 苏暖暖并没有魂飞魄散 而是变成了一缕魂魄 跟在陆浩身边 所以知道了陆浩所有的命 她和苏敏结婚只是为了攀高枝 事实上 她早就有了喜欢的女人 那个女人还为她生了一个女儿 也就是后来苏家的养女陆佳佳 陆浩自从和苏敏结婚开始 就一直在谋划 怎么把苏家的财产占为己有 然后和她心爱的女人 以及宝贝女儿一起 组成富贵美满的家庭 可意外的是 苏暖暖重生了 重回到了陆浩把陆佳佳领养回家的这一天 陆浩把陆佳佳带到苏敏面前 佳佳 还不愧叫妈妈 陆佳佳全身都在颤抖 像只受惊的小女 陆在外面的手臂上 还有被鞭打的痕迹 就是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苏敏对她第一眼就产生了怜悯 而后将她视如己出 就在苏敏主动伸手去拉陆佳佳时 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妈妈 陆佳佳其实是我爸的私生女 她看到苏敏拉着陆佳佳的手 明显抖了一下 苏敏左右看了看 最后看向苏暖暖 苏暖暖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苏敏没多想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接下来 陆佳佳会扑进妈妈的怀里 委屈大哭 从而得到妈妈的同情 下一刻 陆佳佳果然扑进了苏敏的怀抱 然后嚎啕大哭 上一世苏敏很动容 也抱着陆佳佳哭 可这一刻 她根本哭不出来 她的视线一直看着苏暖暖 暖暖 你在说话吗 没有啊 不能让妈妈知道我重生了 她肯定会把我当怪物看 苏敏眼睛瞪得像同龄 一脸不可思议 恰在这时 陆昊好心上前劝着陆佳佳 佳佳 别哭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随后转头对苏暖暖道 暖暖 你带佳佳回一下她的房间 哦 她满口答应 心里默默念叨 一会儿陆佳佳要从楼梯上摔下来 然后说是我推她的 果不其然 陆佳佳跟她走到一半 忽然从楼梯上摔了 陆昊第一时间冲过来 抱住了陆佳佳 紧张地问道 佳佳 你没事吧 不怪苏暖暖 是我狡猾不小心摔下楼梯的 陆昊立马对苏暖暖严厉道 暖暖 佳佳以后就是你姐姐了 你怎么能针对她 是不是从小我们把你宠坏了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苏敏此时也走了过来 明显没有陆昊这么激动 妈妈 你不要责备暖暖 我知道 她只是一时不能接受我的到来 毕竟以前家里就她一个女儿 我能够理解的 上一世陆佳佳就是这样 成功让苏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苏暖暖 有了偏见 认定她没有怜悯心 完了完了 我又要被我爸妈责备了 不管我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会听 我还是不要说了 苏敏看苏暖暖的眼神 带着愧疚和难过 下一刻 苏敏一个巴掌 狠狠地打在了陆佳佳的脸上 直接把她打懵了 我刚刚看得很清楚 是你自己摔下来的 你居然污蔑暖暖 难怪你领养了 也被人退回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领养陆佳佳 当然是陆浩的决定 据陆浩所说 她在孤儿院做慈善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女孩很可怜 之前被领养过 但被那家庭虐待 不忍心 想把她带回家和素暖暖作伴 我 我 佳佳一直被人虐待 缺乏安全感 所以可能对有些事情产生了错觉 都是误会 你看你这么上纲上线的 别把孩子吓到了 苏敏正准备揭穿陆浩的阴谋 这个时候要是揭穿了爸爸 他不会承认不说 还会打草惊蛇 毕竟 我爸现在可握着公司好多股份呢 苏敏愣了一下 两个哥哥 也一定是站在爸爸这边的 平时爸爸是慈父 妈妈是颜母 真的闹起来 说不定两个哥哥还会帮爸爸 苏敏沉默了 觉得苏暖暖说的有道理 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 陆佳佳乖乖点头 看上去依旧楚楚可怜 刘嫂 带她去房间 刘嫂连忙带着陆佳离开了 陆浩还想给苏敏解释一下 好让她更快接受 并喜欢上陆佳佳 但这次 苏敏拉着苏暖暖的手 头也不回地从陆浩面前走了 陆浩一脸懵逼地 看着苏敏的身影 平时只要我吼一吼她 她就会喜笑颜开的 怎么突然比我爱搭不理呢 苏暖暖回头看了一眼她的模样 忍不住冷冷一笑 你做的那些事 终究会一件一件的暴露出来 而你的好日子 马上也要到头了 苏敏带着苏暖暖 回到房间后便问道 暖暖 你告诉妈妈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些什么 关于你爸爸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 说了妈妈会失望的 上一室 我发现爸爸和一个阿姨来往 我告诉妈妈后 妈妈说我小小年纪 就会搬弄是非 妈妈还说我没有同情心 说不过是爸爸多宠爱了一些家家 我就要唯恐天下不乱 我好怕妈妈不再爱我 苏敏听到她的心声后 满脸的心疼和内疚 暖暖 你是妈妈的女儿 妈妈这辈子最爱你 我也最爱妈妈 苏敏不再强迫苏暖暖多说什么 只是那之后 苏敏对陆浩和陆佳佳的态度 明显变得疏远 每次陆佳佳对苏敏示好 她都视而不见 陆浩对她献殷勤 她也爱答不理 甚至平时交给陆浩打理的公司 也开始亲自接受 陆浩和陆佳佳也开始变得急躁了 爸 你不是说那女人很容易讨好吗 可我怎么做 她都对我冷冷淡淡的 到底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像变了个人一样 可能更年期又到了 脾气不好 不管她了 明天你二哥苏敏敏 要放寒假回来 她愚蠢得很 你先把她讨好了 好 爸放心 苏暖暖这个温室里面的笨蛋 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我很快就会得到全家人的喜爱 第二天中午 苏敏敏放寒假回家 刚一到家 陆佳佳就走上前去迎接 二哥 你回来了 随后又小声道 我听爸爸说 你最喜欢吃薯片 炸鸡 辣条 泡面 我早早买好都放在你房间了 还买了你喜欢喝的快乐水 不要告诉妈妈哦 苏洋洋一脸惊喜 这些东西都是苏敏不允许她吃的 以前是陆浩偷偷给她买 现在就换成陆佳佳了 正当她要感谢陆佳佳的善解人意时 听到了苏满满的心声 二哥都长这么胖了 还要吃那些垃圾食品 真的要当一辈子肥宅吗 苏洋洋满脸横弱的笑脸一下僵硬了 瞪着苏满满 垃圾食品吃多不好的道理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 他就没有想过 为什么爸爸和陆佳佳要给他吃这些东西吗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还是不要告诉二哥 他是被爸爸刻意养废的 苏洋洋的眼神从不满变成了震惊 可是二哥真的会因为吃多了垃圾食品 得了食道癌 最后使的时候瘦成了皮包骨头 苏洋洋的眼睛都瞪圆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暖暖 让二哥和爸爸去宠陆佳佳吧 反正有了陆佳佳后 他也不再爱我了 暖暖 怎么了二哥 你 我带了礼物给你 苏暖暖吞吞地走过去 苏洋洋拿了一个手慢递过来 喜欢吗 现在对我这么好 过不了多久就只对陆佳佳 一个人好了 连这个手伴 最后都会被陆佳佳抢走 怎么会 这是哥送给你的 哇 好漂亮啊 我从小到大 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手伴 像真的一样 苏洋洋有些不爽地看着陆佳佳 暖暖真幸福 二哥对暖暖真好 我要是能够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手伴 陪我一起睡觉 我肯定会是这个世界 最快乐的小女孩 上一世 陆佳佳就是用这种 天真无邪又可怜的模样 促使苏洋洋很大方地 让苏暖暖把手伴给她 而这一刻 没等苏洋洋开口 苏暖暖就直接把手伴给了陆佳佳 你喜欢 你就拿去吧 反正我不给 二哥也会劝我给她 我不想让二哥为难 真的吗 谢谢暖暖 陆佳佳会故意把手伴掉在地上 然后冤枉是我打碎的 如上一世一样 苏暖暖把手伴递到她手上刚松手 手伴就直接掉在了地上 陆佳佳崩溃地哭道 这么好看的手伴 怎么就碎了 我从小到大做梦都想要的 一边说 又一边质问苏暖暖 暖暖 你就算是不想送给我 你也不能打碎啊 说着 又连忙对苏洋洋谨示 二哥 你千万别怪暖暖 他肯定也是不小心的 我为什么要怪暖暖 苏洋洋莫名其妙 看陆佳佳的眼神 还带着厌恶 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候二哥 不应该责备苏暖暖 说他小心眼吗 你没接住手伴是你的错 怪也是怪你 为什么要怪暖暖 是 是暖暖递给我的时候 故意扔在地上 陆佳佳小声解释 又连忙大度道 没关系 我是不会计较的 你还计较 你有什么脸计较 你做错了事 不仅不知悔改 还挑拨离间 你安得什么心 陆佳佳被苏洋洋说的脸都红了 谁让你来我家的 给我走 哪里来的 给我滚哪里去 这个家不欢迎你 陆佳佳被吓得哇哇大哭 听闻他的哭声 陆浩连忙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苏洋洋 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妹妹 她不是我妹妹 暖暖才是我妹妹 你带回来的是吧 你赶紧把她送走 你说什么傻话 家家来到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份残 你这么大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亏你妹妹还给你准备了零食 冒着被你妈发现的风险 给你买回来 你居然这么不领情 陆浩说到零食的时候 苏洋洋直接气急攻心 正准备要和陆浩吵起来的时候 突然又听到了苏暖暖的心声 我要是二哥的话 现在就不和爸爸吵 反正吵了也没用 爸带着陆家家回家 就是为了抢我们家家产的 二哥这个时候 应该发奋图强 重新改过 最后杀爸爸一个措手不及 苏洋洋顿了顿 到嘴边的话 就这么咽了下去 反正 我妹妹只有暖暖一个 说完 拉着苏暖暖走了 留下陆浩和陆家家面面相去 二脸懵逼 他们怎么都想不通 为什么全家人都突然变聪明了 苏洋洋带着苏暖暖回房间后 把陆家家准备的零食全都扔了 随后看着苏暖暖 认真的问道 暖暖 我曾经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没有 我知道二哥最棒 随后心里补充道 二哥只是被爸爸骗了而已 我知道他很聪明的 以后肯定会成为很优秀的人 苏洋洋笑了笑 看上去有些感动 暖暖 二哥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 做一个优秀的人 以后一定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好吗 我相信二哥 苏洋洋回到家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 拿到结果后 又去请了私人教练 制定减肥计划 还请了家教 重新拿起书本 从小学开始恶补 这一幕直接把陆浩和陆家家看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他们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从陆家家来到这个家之后 苏敏和苏洋洋都变了 苏敏原本已经把公司的权利都交给了陆浩 陆浩也就差一点点就能收买公司的人心 成为公司的掌权人 结果苏敏一去公司 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股东和高层 全都不买陆浩的账 陆浩被气得吐血 你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回来讨好这家里的人吗 怎么反而被你搞得一团糟 这离我的计划越来越远了 我还怎么带你妈来这里想服 我也不知道 我都是按照你教我的做的 可他们都不信我 陆浩也不清楚 哪个环节出了错 你大哥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 他最信任我 也最感激我 其他人不用管了 反正都是不成气候的 你大哥才是这个家的指定继承人 嗯 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我一定会让大哥喜欢上我的 过年前一周 苏暖暖的大哥苏家辉 从国外养伤回来了 半年前 他的轿车突然杀身失落 出了很严重的车 苏暖暖和苏敏在国外旅游 苏洋洋在家打游戏 是陆浩第一个赶去救的人 据说当时雨下的特别大 道路坍塌 救护车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是陆浩背着苏家辉走了几公里 才送上了救护车 全程还被路过的行人拍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歌颂父爱的武大 可事实却是 那场车祸就是陆浩找人做的手脚 因为苏家辉是家里的继承人 所以陆浩必须让他下险 而苏洋洋又是个废人 那么他只需要对付了苏暖暖一个弱女子 苏家家产就如他囊中之物了 可意外的是 苏家辉没有当场死亡 陆浩本来准备去补刀 结果被路人拍了下来 所以他只能上演了这么一出苦情戏 苏家辉活了下来 但是腿却残疾了 陆浩安排他出国继续治疗 据说帮他联系了最好的医生 结果可想而知 半年过去 苏家辉的双腿没有一点好转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一直都很想见你 陆佳佳笑得像个花蝴蝶 之前一直听爸爸说起你 说你成熟稳重 又英俊帅气 文明不如见面 你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好看 苏家辉双腿残疾后 变得很不自信 甚至有些自闭 现在陆佳佳这般主动 明显让他不太自在 却又好像抵不住他的热情 大哥 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 累不累啊 我帮你捶捶背吧 说着就非常积极地 去给苏家辉捶背 大哥 舒不舒服 我知道你要回来 专程去学了按摩 按摩师傅还教我 怎么按摩双腿 帮助血液循环 以后你回来了 我就天天给你按摩好不好 苏暖暖看到苏家辉有些尴尬 但最后还是欣然接受了 这次他没有什么心声了 先让陆佳佳嘚瑟吧 俗话说 爬得越高才摔得越疼 不给他们一点甜头 最后怎么能把他们逼急呢 苏家辉回来之后 原本已经开始自我怀疑的陆佳佳 发现被苏家辉接纳后 整个人就像孔雀开平了一般 在家里活跃了起来 陆浩也很欣慰 还得是我辛辛苦苦培养多年的女儿啊 怎么可能一点用处都没有 看来可以出大招了 这一天是陆佳佳15岁的生日 陆浩把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喊了过来 正式地介绍陆佳佳给他们 陆佳佳穿着一条好看的裙子 跟在陆浩身边 苏敏受不了 谎称有事回了房 苏洋洋则是楼都没下 理由是他要学习 只有苏家辉 这个自从车祸腿残之后 从不应酬的人 却为了陆佳佳出现在了大厅中 陆佳佳陪着陆浩走了一圈后 又来到苏暖暖面前 暖暖 我身上这条裙子是大哥送给我的 听说好贵的 我好喜欢 你觉得好看吗 真好看 和你很配 陆佳佳很不满意他的回答 继续拨弄是非 你会不会吃醋啊 不吃醋啊 以前大哥给我买了很多好看的裙子 今天你过生日他给你买一条 这有什么吃醋的 我以为你会不高兴 我之前听说以前你最年大哥了 这几天 大哥为了让我在这个家能够更适应 所以多陪了我一些 我担心你会不开心 就在这时 苏家辉刚好走了过来 还好你没有 是我误会你了 你对大哥没那么依赖的 显然他这句话 就是故意说给苏家辉听的 想让他知道 苏暖暖对他的感情不深 这不是爸爸说你才到这个家不熟 让我们都多照顾你吗 难道我要像你一样得寸进尺 一直霸占着大哥吗 苏暖暖一脸不解地问 你是在责备我霸占了大哥吗 可你刚刚明明说不在意的 说着他的眼泪就跟不要钱似的疯狂往下掉 苏家辉看到陆佳佳哭得厉害 声音有些沉 怎么回事 没 没什么 陆佳佳可怜巴巴地说道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分寸的 暖暖 你别生气好不好 我来这个家是为了加入你们 不是来破坏你们的呀 哪怕是第二次听到这话 苏暖暖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不清楚到底有多厚的脸皮 才能够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 暖暖 苏家辉看到了他的嘲笑 脸色更黑了 佳佳才来这个家 什么都不熟 妈和二弟又对他爱答不理的 你作为妹妹就不能多照顾他一下吗 大哥是真的觉得我该照顾他吗 难道不应该吗 从小到大你就被家里宠坏了 一点都不会前让 正好 佳佳来了之后 你也该学会怎么和同龄人相处了 说完 苏家辉就带着陆佳佳往一边走去 把苏暖暖一个人晾在宴会大厅 苏暖暖忍住冲动 等着接下来的好戏 三 二 一 只听刺拉一声 陆佳佳趁着苏家辉不注意 把自己长长的裙摆踩坏了 随后在苏家辉转过头后 崩溃地被苏暖暖质问道 暖暖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陆佳佳的这一声尖叫 大厅中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陆浩也走了过来 怎么了 我 我 家辉 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家辉直言不讳 没给苏暖暖留半点面子 直接把罪名丢在了他身上 暖暖把佳佳的衣服踩破了 暖暖 你怎么能这么对姐姐呢 她今天生日 你就不能极度心别那么强吗 她15年了 从来没有过个像样的生日 此刻大厅中 也有了些七嘴八舌的一门声 暖暖是真的被宠坏了 怎么能让陆佳佳当众难堪呢 不管怎么样 陆佳佳进了这个家门 就是他们家的女儿了 暖暖怎么能这么霸道 我听说陆佳佳这孩子命苦得很 暖暖真是没有半点同理心呢 所有人都在指责苏暖暖 而陆浩和陆佳佳的脸上 也露出了抑制不住的得意 他们以为 他们的奸计就要得逞了 而苏暖暖则是开始不急不缓地 给苏家辉输送新生 我现在怎么解释都没用了吧 连我最爱的大哥都觉得 是我故意踩了陆佳佳的裙子 苏家辉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 为什么没看到苏暖暖说话 却听到了他的声音 其实我被冤枉也没什么 可是我实在不希望 大哥什么都被爸爸蒙在鼓里 大哥要是知道他的腿 是爸爸找人撞的 他会不会很难过 他是那么爱爸爸的 我不想让大哥伤心 苏家辉坐在轮椅上 脸色突然大变 双手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 陆佳佳察觉到了苏家辉的情绪变化 他以为是在为自己打抱不平 生苏暖暖的气 他觉得时机成熟了 连忙开口道 暖暖 你要是这么不喜欢我 我就离开这个家吧 我能够来到这个家 享受这一个月来的幸福 有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妹妹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我不敢再奢求什么 也不想让暖暖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我再怎么喜欢这个家 都不会感到快乐的 陆佳佳这番发自肺腑的言语 瞬间感动了所有人 家里的亲戚 纷纷开始为他鸣不平 暖暖 这就是你不懂事了 佳佳这么为你着想 你怎么不和他好好相处呢 听了一句话 给佳佳道歉 别这么任性了 佳佳心底这么善良 你有这么一个姐姐是你的福气 赶紧给姐姐道个歉 别伤了姐姐的心 陆佳佳看到这么多人 都站在了他这边 自信心更足了 你们不要为难暖暖了 我不想他难过 我在这个家 他停顿了一下 似乎有些难过 我本来就是领养来的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家 你们别说暖暖了 他不喜欢我 我就该走 我既然把你带回了家 你就是属于这个家 陆昊一脸坚定 和陆佳佳一唱一和 我没有什么是属于这个家的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为这个家做出任何贡献 你怎么能这么不自信 爸爸 麻烦你今晚就把我送去孤儿院吧 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我要怎么才能够证明 你在我们家是有地位 有身份的呢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你感受到 我们全家都是欢迎你的呢 陆昊看上去很着急 一副很想留下陆佳佳 却又想不到更好办法的交集模样 恰在这时 大厅中突然有人吆喝了一句 这还不简单吗 陆佳佳在这个家没有安全感 你给他安全感 你现在送他苏氏集团股份 一旦有了股份 谁还能说他不是苏家人 说话的人是苏敏这边的亲戚 但是早就被陆昊收买了 而他之所以会用这个办法 也是因为之前有过成功的例子 当年陆昊为了给苏敏分担 做了公司高层领导 结果都不配位 被人递死 当然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结果苏敏一气之下 就给了他20%的股份 现在 他又想顾忌重拾一次了 其实陆昊 并不是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而他们的亲生父亲 在苏暖暖出生后 不到一年 就发生意外去世了 陆昊只是苏敏公司里面的一个小主管 在得知苏敏丧偶后 就开始对他猛烈追求 并从苏敏的三个孩子身上入手 可谓是体贴入微 追了两年 才终于感动了苏敏 两人结婚时 陆昊还当众立下誓言 我陆昊会爱苏敏一辈子 会照顾你的三个孩子 我这辈子也只会有这三个孩子 他也说到做到 和苏敏这十多年 再也没生过孩子 期间苏敏提过 给陆家留一个血脉 但是陆昊不同意 说三个孩子就是他的血脉 他很知足 苏敏看他这么坚定 也没再抢求 可事实却是 他不和苏敏生孩子 是因为他早就有了女儿 他只想得到苏家的钱 并不想因为孩子和苏家有任何牵扯 他从一开始 就想让苏家家破人亡 上一世 他确实做到了 抢走了苏敏的公司 逼迫苏敏跳楼 害得苏家辉在国外自生自灭 眼睁睁地看着苏洋洋 被病魔折磨致死 最后将苏暖暖 从天台上推下去后 带着他的青梅和宝贝女儿陆家家 堂而皇之地 享受着苏家的一切 此刻 在亲戚的好心提醒下 陆昊仿佛突然想到这一茬似的 激动地看着陆家家 我不能要的 我不能要 陆家家连忙拒绝 一副体贴又委屈的模样 上一世 苏敏心疼陆家家 就给了他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一次 苏敏不在 陆昊把视线放在了苏家辉身上 家辉 爸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情 你也知道爸手上的股份 是为了能够更好地 在公司为你妈分担工作上的辛苦 你现在暂时养病 不用上班 你先拿百分之十给陆家家 回头爸想办法 把这部分给你补上 陆昊说得理所当然 他觉得苏家辉不会拒绝他 恰在这时 苏暖暖看到苏敏和苏洋洋也走了过来 他连忙在心里面头 大哥要是把股份给了陆家家 距离我爸抢走我们家的家产 就更进一步了 其实大哥的腿不是治不好 是爸爸根本就没有给他用心治过 国外的医生是他故意安排的 好矛盾 如果让他们知道 爸爸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迎娶他的亲媒 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 他看到全家人看陆昊的眼神 彻底变了 此刻陆家家还在故意推脱 爸 我不要的 我怎么能要大哥的股份呢 大哥 你别听爸爸的 我不会这么不懂事的 说着还主动伸手去拉苏家辉的手臂 想要撒娇卖萌 结果刚碰到苏家辉 就被他一把推倒在地上 苏家辉 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能正对家家 你吃错药了 苏家辉一言不发 只是冷冷地盯着陆昊 大哥现在没有证据去控诉爸爸 肯定不会有任何人相信 还会觉得我们全家都欺负陆家家 因为爸爸和陆家家 让我们全家落下口舌 不值得 家里有监控的 只要回放监控就知道 陆家家到底是不是冤枉我了 苏家辉在努力地克制自己 陆昊则在旁边数落他车祸后 性情就变了 其他人也觉得陆昊说的有道理 都站在了他这边 刘嫂 把刚刚大厅的监控调出来 陆家家一听监控 整个人都慌乱 连忙看向陆昊 陆昊也有点慌乱 你调监控做什么 苏家辉没有理他 不用调监控了 这个家我说了算 苏敏开口气势很强 刘嫂 调监控 是 陆家家看事情无法挽回 连忙说道 既然大哥也不欢迎我 全家都不欢迎我 那我走就是 我走就是 没有给我妹妹证明清白之前 谁都不准走 苏家辉虽然双腿残废 但他毕竟是苏敏亲自培养的继承人 气势完全不输苏敏 陆家家不敢说话了 陆昊几次想要开口 最后还是闭了嘴 监控掉了出来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陆家家故意踩坏了自己的裙子 还恶人先告状 口碑立刻反转 把他送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 陆家家一听说要送自己离开 整个人就受不了了 不 我不走 他才住上这好房子 才拥有了苏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 他舍不得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再也不会了 妈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送走 别造了这个家 爸爸 爸爸 陆昊当然不蠢 知道陆家家没用了 当机立断和陆家家撇清了关系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是我错看你了 我现在就把你送走 随后又对苏敏说道 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能装 我马上就送他离开 你别生气 苏敏就笑着 像看跳梁小丑一样盯着陆昊 一句话没说 陆昊将陆家家送走后 回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给苏家全家人道歉 表现得很自责 也表现得很无辜 我也不知道陆家家是这样的人 我被他给骗了 我对他那么好 我的感情受到很大的伤害 受伤最大的是暖暖 他差点就被陆家家给冤枉了 陆昊连忙点头 对对对 暖暖最受伤 是爸爸的错 爸爸给你道歉好不好 爸爸保证 以后再也不信软去领养其他孩子了 你就是爸爸唯一的女儿 既然造成了伤害 安慰几句太没诚意了 你应该做出实质性的补偿 对对对 暖暖你告诉爸爸 你想要什么 什么我都满足你 陆昊一脸诚恳 什么都可以吗 苏暖暖故作单纯地问道 当然 爸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他以为可以像往常一样 只要给苏暖暖一小颗糖 就可以收买他的心 我要爸爸手上的苏氏集团股份 陆昊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发生了变化 好伴上才支支吾吾地说道 你才十四岁 股份对你不实用 可是 爸爸刚刚说要给陆佳佳股份的 难道在爸爸心目中 我还没有陆佳佳重要吗 苏暖暖一脸受伤地问他 难道陆佳佳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怎么可能 你别胡说 我就只有你一个女儿 那爸爸为什么愿意给陆佳佳股份 不愿意给我 我的股份要帮你妈妈在公司 不用了 刚才嘉辉已经答应去公司上班了 嘉辉不是 我是家里的长子 我该承担起家里的责任 苏嘉辉一字一顿 陆浩咬牙明显还是不愿意 但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爸爸现在可以给我股份吗 你刚刚可是说什么都会答应我的 苏暖暖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厅里的宾客也都看着他 撕破脸皮 我只有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不撕破脸皮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他在心里盘算一阵 开口道 好 苏暖暖高兴道 爸爸要把手上的股份都给我吗 陆浩讨价还价 给你百分之十就可以了 刚刚我让你大哥给陆佳佳也是这么多 在爸爸的心目中 我不该比陆佳佳更重要吗 陆浩半天没说话 明显就是不愿意 当时你拿走我的股份时 可是口口声声说你不会要的 最后都是留给儿女 现在不过是提前给了暖暖 弥补他受伤的心 你就不乐意了吗 陆浩被架在火上烤 他要维持自己的好男人形象 那这十几年的布局就白费了 如果不维持形象 他就只有这百分之二十 他并不满足 哪有人真的什么都不图的 只是之前话说的太满了 有点打脸哦 真的把儿女试如几出 又怎么会介意这点股份呢 还是自私的 人都自私 陆浩言底闪过一丝很利 转瞬即逝 下一刻 他突然表现得很大了 我怎么可能不乐意 这些股份 我当年拿走的时候就说过 给儿女们保管的 我只是在考虑 要不要给杨阳百分之十 既然佳辉和暖暖有了股份 那杨阳也不能少 我不用 给暖暖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他的心思 他觉得苏阳阳已经被他养废了 最好控制 既然阳阳不要 那我就给暖暖了 陆浩顺势说道 谢谢爸爸 苏敏半点没耽搁 直接联系公司法务 过来签股份转让输 陆浩大概到死都想不通 本来叫陆佳佳 是来助他一臂之力的 结果却陪了夫人又折兵 陆佳佳被赶走后 苏佳的关系恢复如初 一家人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却距离陆浩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远 这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借口家里亲戚出事 要回老家一趟就离开了 在他离开的当天晚上 又偷偷租了个车 驱车几十公里回到别墅 趁着苏家四口都睡着了 点了一把火将别墅烧了 因为天太晚 所有人都睡了 等消防员来的时候 大火已经将整个别墅都包围了 消防员用了一个晚上 才把火事彻底浇灭 陆浩第二天接到通知才赶回来 一回来就跪在地上 呼得撕心裂肺 早知道我就不走了 早知道我就陪你们一起死 你们死了 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他演得很真 没有人看到他眼底得逞的笑 现在苏家全死了 我就是唯一的继承人 就在他暗自得意的那一刻 身后传来了一声呼唤 爸 陆浩身体抖了一下 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老公 他战战兢兢地回头 看到苏家全家平安无事地站在他身后 吓得他直接瘫坐在地上 你们 你们变成鬼了吗 我们活得好好的呀 昨天我们出海旅游了 现在才回来 你们没在家 陆浩瞬间激动 眼底的暴怒在即将爆发的边缘 他恨不得马上嘎了眼前这几人 没有啊 我们家怎么变这样了 陆浩眼神开始闪烁 前几天听说有野猫 我好像在门口处装了几个隐形摄像头 我看看呢 说着苏暖暖就拿出手机 要看监控回放 陆浩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把抢过手机 疯狂地砸在地上 所有人都看着他 你们没事就好 其他不重要 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就好 我们一家人确实整整齐齐 但没有你了 苏敏直接挑明 什么 老婆你在说什么 陆浩的慌张已经掩饰不住了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不是最清楚吗 证据我都交给警察了 接下来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昨晚放火烧别墅的视频 我已经交给警察了 苏敏说道 随后眼眸一转 看 警察已经来了 你们怎么发现的 我做得这么天衣无缝 你们怎么可能发现 他接受不了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 最后会是他自举灭亡 陆浩英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在他入狱后 苏暖暖还是去探监了 再见到苏暖暖的那一刻 他很激动 暖暖 你还爱着爸爸的事吗 等爸爸出狱了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 爸爸给你买好吃的 我不爱你 那你来做什么 你来看我不就是舍不得我 我是来看你笑话的 这一刻 苏暖暖嘴角勾起一道残忍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 根本不该存在于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的脸上 你 你是谁 你不是暖暖 怎么能不是呢 只不过不是你想象的而已 爸 你应该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机关算尽 最后去功亏一篑吧 为什么 因为老天爷会惩罚每一个坏人啊 否则又怎会给我重生一次的机会 你 陆浩以为苏暖暖在耍她 爸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毕竟妇女一场 送你一件礼物吧 陆浩的眼底有些期许 苏暖暖一字一顿道 陆佳佳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当初陆佳佳一回来 我妈就去做了DNA配对 发现你们居然没有妇女关系 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给别人养孩子啊 我妈当初说给你生一个你还不要 真是可悲又可怜啊 不可能 不可能 陆浩不相信 整个人已经破防了 等你出狱后 自己去找答案吧 那个时候应该会很精彩 当然 这已经不在苏暖暖的关心范围了 陆浩最后会怎么残忍地 报复她的亲媒 怎么残忍地对待陆佳佳 那都是她的事情 而苏暖暖接下来最重要的事 就是好好享受上辈子 未能享受完全的家庭温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